哈囉各位好我是CJ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在台灣有一個職業是人體模特兒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行業 一般人對他來說可能就是 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身體來賺錢 然後或許有些人會覺得他跟情色有相關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本身從事人體模特兒這個職業 已經大概四到五年的時間了 他就是Henry 我們今天就來訪問一下 在台灣做這個人體模特兒的職業 情況到底是什麼 那這份職業好不好做 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好我們來歡迎Henry 那現在在我身旁呢就是我多年的好友Henry 嘿大家好我是Henry 同事這個人體模特兒的行業 你們不知道確切的時間大概多久 大概四年 四年半 因為我中間有離開 快要一年的時間 中間有休息過一年 對對對 OK 那當初是什麼樣的原因 你會接觸到這個行業 然後怎麼樣走入這個行業 當初的時候我從上一份工作離開 對 然後那個時候去 朋友的餐廳打工 對 然後在 我們的一個共同好的介紹下 對 然後所以他就 帶我進去現在的工作室 是一個工作室 是一個工作室出來的 所以那工作室有一個經紀人 對 有一個經紀人 然後在幫我們跟學校 或者是花式做結合 這樣子 OK 我們都很好奇 因為一般大家對於這個行業就是 周遭可能接觸的比較少 台灣的這個人體 模特兒產業啊 它主要的類型是出於 比如說它是 我知道有在畫畫有在接的 那是有在接的 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還是 通常都是繪畫為主 對 那如果是在就是藝術大學 他會有一些做 你所人型的部分 所以你就是 站在前面跟他們 靈摩這樣子 對對 雕塑 然後繪畫 對 油畫素 比如說繪畫 你在前面 學員在前面靈摩 那你這樣子是從 工作時長大概是多久的時間 通常都是 二到四個小時 二到什麼 蠻長的耶 就 那中間有休息時間 有 我們工作的時間是 二十分鐘為一個單位 二十分鐘為一個單位 對 然後二十分鐘算一緊 然後中間休息十分鐘 OK 對對對 因為我知道有些動作其實是非常的 難老 一般人來說可能維持個一分鐘兩分鐘就受不了 有的動作是比較難 對 所以 因為我知道你剛才說的指的是 大部分都靜態的吧 也有分動態嗎 有 有時候老師會希望做連續動態或是完全動態 那就變成是我得要 連續個完全 那其實差不多了 差不多 對對對 那 連續的話可能是我從 假設蹲下 到站起來 可是我中間會一直定點 定點 定點 哦 就是像慢動作那樣子 對 像慢動作 對 完全動態就是 我一樣從坐下到站起來 可是我中間不會停住 我可能不會停個十幾秒或一分鐘 我就是一直很緩慢的在行進 整體的課程通常就是你一個人嗎 還是可能會有跟同事在一起 老師教學上有需求的話 我們其實會跟工作室的同事一起工作 人體模特兒的部分女生在整行列中算多還是比較少 女生其實 異例來講 女生的比例比男生多很多 真的 對 男生蠻少的 他有一個 比如一個限制嗎 今天如果說你的年齡可能過大還是過小 身材限制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其他其實沒有什麼限制 那我覺得如果要以實際面來說的話 會比較像是你身體能不能支撐比較難的動作 能不能維持這麼久 那除了這個限制的部分 其他都還好 還好 對 主要還是要維持肌肉的動態 對 可是我也有一個同事是很瘦 對 可是他的風格很好 對 他有自己氣質跟魅力 對 那也蠻多人喜歡畫的 OK 因為現在你接觸了四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走過了雕塑 走過了會畫 走過了攝影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就是 比較讓你感到不舒服 因為畢竟你是全身是脫光的中方 有沒有遇到讓你覺得不舒服 或者一些比較奇特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說說看 有些人會玩手機 那有聽過有學生會偷拍 就偷拍的話其實這個就是算 蠻糟糕的 蠻糟糕的 那老師通常第一線就是 開始上課之前就會請同學把手機收起來 然後順便保護我們這樣子 對啊 大部分的狀況其實 畫友跟學生都對我們蠻好的 所以講到這個你們之前的一些 保護隱私的部分做的手機 那就是很守規矩這樣 開始工作的時候 一進教室 老師就把門鎖起來 那如果高學遲到他就不能都進來 這門不能是隨時都會打開的 只有我休息的時候才可以開 如果要拍我的話 他得先經過我同意 那如果今天他是要專程 可能做塑造要拍攝不同角度 那我們就要簽一份合約 那是有專程用的 就是如果所有留下你的肖下全發展 在另外再做沒有 對 你不能有任何預舉 對 一開始其實 嗯 比較沒有懂 對 人比較好 可是其實這樣子會破壞整個 生態跟規矩 所以其實這樣子不行 然後工作上面有沒有發展一些 有趣的事情 我之前有就是可能 早上吃的東西 會脹氣這樣子 擺動作的時候 肚子會叫或者是 對對對 我覺得很尷尬 然後我又怕我一直笑 對 然後不然就是 怕這老師有些都蠻 蠻風趣的 很幽默 對 那 有時候會開 畫遊或是學生玩笑 就是大家開心這樣子 對對對 那 我在上面我有時候會忍住笑出來 哦 對對 那可是其實這 這個時候就 氣氛會變得蠻冷強的 好 然後我們經過前面的過程 那不知道你還有什麼樣的 畫想對 看這個頻道 看這個影片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就是 今天在我們在工作的時候啊 有的動作看起來很難 然後有的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其實 維持著不動 都需要一定的體力 跟精神力去做一個身體的平衡 那 同樣的動作 今天是我擺 可是因為我們 每個人的肌肉的活動度都不太一樣 所以有的動作可能 他 這個模特兒擺起來 他覺得是輕鬆 可是對我來說不是 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動作是輕鬆的 對 那他都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可能一般會覺得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其實沒有一定的 對 然後另外一點是 你在工作的時候 我個人會覺得 大家的狀況是連結在一起的 對 對 那如果今天 所有的人很認真的話 那相對的 會影響到我工作的狀況 那我的工作狀況 其實也會影響到大家 所以最好的狀況就是 大家都很穩定 然後很享受這個繪畫過程 那我也會工作得很順利 大家真的有機會可以 不管是划到這個 人體模特兒的這個 課程 或者是拍照之類的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最重的行業 不要就是做一些無理的要求 他就是你越尊重這個人體模特兒 他們在動作的話 他們也會表現得更好 這樣子 對 那我們今天訪問這個 Henry 的職業 就是大家這邊告一個段落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 想要請 Henry 就是來一些 他在實際在 課程當中 可能會擺一些姿勢 他在實際上 他在實際上 他在進行不滿 他在實際上 他在實際上 跟他在實際上 他在實際上 要填到的 他在實際上 會在迪壞 還有什麼特別感興趣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很感謝Perry 那我們如果說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個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